人心超人上身 震聪炸死你 还超人上身 你如果为正义的事做事 一定是政务百姓 是社会大宗做事 为社会公益做事 一定是政务百姓 不断站在那里说 要记者叫他坐下 我根本觉得他一开始 荒谬多余 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案件的存在 还说懒得去评论这个人 如果对方上诉到中院 还以厌硬的口问 说奉陪到底 他还罕有地带上两个儿子 晒冷啊 又说派回归给女同事不好 奉陪到爆 不过华贸系的股份昨日升幅 就不及陈振聪来了 安宁 薄富林之业和丹丰 昨日股价变度不大 相反 陈振聪做第二大股东的宏霸 由于市场憧憬 大股东华贸 会进一步控制 就急升了一成半 令陈振聪 持有宏霸股份的价值 暴涨1700多万 达到1亿3000万 而宏霸在宋马港的office 昨日挨曼 收到过内地寄来的包裹 职员拆开发现有 据称是炸死你的字条 警方到场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